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六集于昨日13日全球上线 熬夜追完的剧迷们 是不是又在期待第三季的到来呢 波浪幅 Netflix 李诗朝鲜以朝鲜王朝为背景 第一季描述本该病逝的皇帝历经死而复生后性情大变 全清朝野的奸臣趁机把持朝政 王世子李苍 朱志勋氏为查清父王的病情而为服私访 却发现民间正流传着某种瘟疫 染病的人会失去心智 在夜晚化身为是血肉的丧尸 第二季邀请原班人马出演 已于昨日公开李苍面对王朝动荡和瘟疫蔓延 拿出王世子该有的兼任 准备重返汉阳 依女徐飞 裴斗纳 是一心钻研治疗瘟疫的方法 就在两人拼死拯救王朝之际 赵氏一门却想将朝鲜玩弄于鼓掌中 瘟疫蔓延之下的朝鲜王朝 命运该何去何从 先前 曾传出全志贤将特别出演李诗朝鲜二 并在第三季担任重要角色 果然 全志贤在第二季结尾登场 只用眼神便震住全场 他的角色是什么 手上的铃铛有什么作用 与他接触过的丧尸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都在刺激观众们的好奇心 不过 想看第三季的话或许要等等 因为全志贤可能要拍另一部新戏志一山 但是 这次全志贤有望合作的编剧正是Signal 李诗朝贤等作品的金银机作家 金银机作家近年以SBS Sign、幽灵、TV&Signal、Netflix、李诗朝贤等作品接连获得成功 新作品自然令人期待 而全志贤的上部电视剧为《蓝色海洋的传说》已经是四年前的作品 他们是否能一同合作至一山 被